各位们 口服的四美格鲁泰在中国上市了 想减肥的朋友是不是跃跃欲失啊 听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啊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种真剂的四美格鲁泰 一周打一次皮下注射的 这个的话呢 最少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 那么在临床实验当中发现它要有很好的减重效果 就是在治疗糖尿病的同时也可以降低体重 所以的话呢 在欧美国家它是批准了 这个真剂批准了可以用于减肥 但是在国内还没有获得批准 国内的话这个真剂只用于治疗糖尿病 但是有很多朋友啊 自己上网买 自己用来打 用来减肥 这属于超适应症用药啊 本身的话呢 我们是不推荐这么干的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 那么前几天呢 国内已经批准了 口服的四美格鲁泰上市了 那么就有很多朋友问 吃这个口服的四美格鲁泰是不是也有减肥的效果 因为口服比打针可这个简单多了啊 那么曾医生告诉各位朋友 口服的四美格鲁泰的话呢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没有获得批准用于减肥 那么它的适应症呢 还是治疗糖尿病一天吃一次 所以的话呢 各位朋友可能要失望啊 不要随便的乱吃药啊 确实有些临床研究险是口服的四美格鲁泰也有减重的效果 但是那个口服的剂量的话呢 比目前批准用于治疗糖尿病的剂量是要大很多的 所以的话呢 它在这方面减肥这方面的临床证据不是很足啊 那么的话呢 国内和国外都没有批准它用于治疗这个减肥 所以各位朋友啊 不要乱吃药啊 一定要听医生的 当然减肥最好的办法还是管住嘴 迈开腿啊 对于一些这个病态的肥胖 特别特别胖的 和并有一些呃 代谢综合针的什么高血胺啊 高血脂啊 呃 高血糖啊 这些代谢紊乱的 如果尝试了多种办法都受不下来的话呢 是可以考虑药物啊 或者是呃 减重手术啊这些啊 因为肥胖的危害对于身体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那么受下来可以改变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人瘦下来以后 血糖就恢复正常了 不需要吃药 血压 血脂这些都恢复正常了 所以的话呢 如果要减重啊 去医院咨询医生啊 咨询专业的人士 千万不可以自己苦乱的用药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让他们也看一看啊 谢谢大家的余子 谢谢大家的余子 谢谢大家的余子